到底是谁在想我 为什么我一直在打喷嚏 在之前直播的时候 粉丝们教了我一种方法 可以99%做成磨砂挂耳胶 挂耳胶粉和唇干油1比1 搅拌均匀 搅拌不匀的话就会有小颗粒在里面 嘿嘿嘿 为什么我知道会有小颗粒在里面 因为我没有搅拌匀 搅拌完之后再加入热水 热水你们看着加吧 我这个也不知道是机比机 再加入色素 我们要做一个黄黄的 就在前几天我突然闻到家里 坐泥的那个房间特别的臭 然后我就左闻闻右闻闻 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坏掉了 那个卧室基本上也不会放吃的什么的 就不会有坏掉的食物 然后我的目光转向了 我用保鲜袋装着的史莱姆 有一块刮耳胶发没臭掉了 是不是因为天气太热 我做的刮耳胶几乎无一幸免都臭掉了 到底是我没有讲究卫生 还是刮耳胶都是这个样子呀 好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咳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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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